最新一期奥运积分排名揭晓 国宇提前锁定6张奥运门票 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 请点赞订阅 谢谢 今年首战奥运积分赛瑞士羽毛球公开赛结束之后 世界宇连北京时间3月9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奥运积分排名 国宇的陈宇飞正思维 黄亚琼分别排名女单混双第一位 同时 国宇也提前锁定了6张奥运门票 中国、日本、韩国等强队虽然都未派对参加瑞士公开赛 但由于瑞士比赛的积分并不高 因而在最新一期的奥运积分排名没有较大的变动 男单项目排名前三位的依然是日本的陶田贤斗 中国台北的周天成、丹麦的安东森 今年状态出色的丹麦名将阿萨尔森排名第四 国宇男单两大主力 陈龙和时宇齐分别位列第六和第十一 女单积分榜上 国宇一姐陈宇飞以九万六千四百六十五分 继续稳居第一 他领先排名第二的中国台北名将戴兹颖四千一百九十分 西班牙名将马林以七万八千三百一十分排名第五 在女单前十六名中 除了陈宇飞外 还有排名第九的和冰娇和第十四的王子仪 女双方面 日本组合福岛游记 广天采花以九万五千一百零八分排名第一 国宇组合陈清晨 贾亦凡以八万八千七百一十分排名第二 另一对国宇组合杜月 李英辉排名第六 混双方面 国宇两队王牌组合正思维 黄亚琼 王毅律 黄东平牢牢占却前两位 排名第三的泰国组合德刹波尔 沙西利比王毅律 黄东平少了一万多分 男双是印尼队的强项 却是国宇的短板 奥运积分榜前两位是印尼组合吉迪恩 苏卡穆约和阿珊 亨德拉 国宇双塔组合李俊慧 刘宇辰排名第三 也是前十中唯一一对国宇组合 国宇二双韩城台 周浩东仅排名第十二 他们只有进入前八才能获得东京奥运资格 而目前他们距离排名第八的韩国组合崔绿归徐承载 相差9393分 根据奥运会羽毛球参赛规则 如果一个协会有两个两队选手分别排名单打前16名或双打前8名 最多可以派出在此范围内的两人两队参赛 日前 亚宇联宣布今年的亚锦赛 推迟至东京奥运会后举办 这样对于的亚洲选手来说 争夺奥运积分赛 只剩下5月的印度公开赛 和马来西亚公开赛 以及6月初的新加坡公开赛 而国语计划参加5月25日举行的750级别的马来西亚公开赛 和6月1日举行的500级别新加坡公开赛 按照目前的排名和接下来积分赛的情况 陈龙 陈宇飞 李俊慧 刘宇晨 陈清晨 贾亦凡 郑思维 黄亚琼 王毅律 黄东平已提前锁定了东京奥运门票 男单的石亚琪在东京奥运积分榜单上排在第11位 目前她暂时获得东京奥运参赛资格 只要她在6月份东京奥运会积分赛截止的时候 保持在男单前16位 就将锁定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女单的何冰娇和王芷怡 只要能保持在前16的位置中 也都具备参加奥运的资格 但两人会面临对内的竞争 女双方面 国语第二组合杜月 李英辉目前排在第6 暂时获得奥运参赛资格 只要在奥运积分赛截止之前 能留在前8的位置中 也将获得奥运门票 国语在男单 女单 女双 混双上都有望实现满额参赛 男双则较为困难 第二男双韩城台 周浩东需要在剩下的两战奥运积分赛中 缩小与前8名近万分的差距 难度较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